作词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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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时间没有你 如果答案没有听 如果有眼睛 没有风景 如果命运的排序 没安排我们的相遇 那掌心的味也许无路可去 掌心从来了无际 繁星也暗须 爱是繁然不同的天界 常在皮肤的命里 心动轨迹 得转心意 因为你 这几万一算一 这爱情是注定 一长一段一片一弹都是你 一瓶一笑一言一心都是梦境 这一杯洗醉洗声声不息 美得无欲论饼 这里的风光真不错 嗯 但不及大成的繁华 怎么 你是不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去了 是不是也该回去看看了 你这是又在赶我 不是 我 不过去 我 怎么办 我 这一切都没回去了 我 三合 你 你 每个人都没有回来 你 你 我 你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你要救他们 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吗 我不是救他们 我是担心你 担心什么 七月结冰 还冻了两个人在这儿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我还听说 这镇上有个富商 请了个很厉害的老天师 来除妖 你怕我被他所伤 宋公子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 弄成这样也不是故意的 但毕竟引起了恐慌 再说你一个读书人 就算学了些仙术 应该也不是很厉害吧 更何况那个老天师 他可不是一般人 我说的是真的 关大娘说 他都已经两百多岁了 修习仙术也已经超过两百年 你和你的寿业师傅加起来 估计都还不到两百岁吧 那你想怎么做 不如 我们一起回老家吧 你不是不想回家吗 我之前是不想 祖母严厉 妹妹也不太喜欢我 可是毕竟都过了这么久了 我也很是惦记爹娘 再说过这么久了 妹妹应该也变了很多吧 傻子 你还没说好不好呢 不好 我们先不走 可是 让他们走吧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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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Mariaislav 也不知道宋公子岂没岂 你 整日在房里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算了 做饭去 你找我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不是找我吗 我 我没用找你 那我走了 你随我来 你 衣服我都给你做好了 你试试合不合身 怎么样 合身吗 袖子会短吗 袖子会不会瘦啊 很好啊 真好看 我 我说我做的衣服真好看 是很好看 是很好看 我 粥还没煮呢 尿癌饿了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吗 怎便 如今有难 他又会来救你吗 居然没死 还敢回来 知道是本作 还不让开 来 大人 大人 居然 怎么回事 静秀回来了 他没伤到你吧 没有 又让他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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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鸡仔五文钱一只 老母鸡二十文钱一只 生鸡蛋三文钱两只 一只煮鸡蛋两文钱一只 如果我们直接买鸡仔的话 就这么决定了 就这么决定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那你说说我做什么决定了 什么决定 你看啊 现在鸡蛋越来越贵了 我们每天都要买鸡蛋吃 如果这样花钱的话 太不划算了 那又如何 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啊 你来 你看 我们可以在这里 圈一圈篱笆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闲钱 可以先买一只老母鸡 再买几只小鸡 母鸡可以下蛋 可以吃 可以孵小鸡 等小鸡都长大了 也可以下蛋 您是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有啊 那我都说什么了 清扫庭院 围剑篱笆 总结得对 等以后鸡蛋越来越多 除掉我们自己吃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那一部分 还可以用来卖钱 等我们有钱了 我就去买个绣架 可以做罩衫 做鞋面 还有荷包 也能换钱的 睦睦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嗯 喜欢 她这一时三结在身 注定要受苦受难 你这样陪在她身边 要看着她去伤 去痛 甚至去死 你可以吗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喜欢就养吧 阿牧 我告诉你啊 那码头上那个冰驼子徐海解冻了 是吗 是啊 你说这稀不稀奇 这人冻了这么多天竟然没死 不过就是疯疯癫癫的 这个人啊 坏事干尽了 他就活该 你说 阿末今天怎么了 谁知道啊 一大早上来就跟捡了钱似的 真的 你看这个好看吗 你再跳吧 姑娘 你可真有眼力 来 买个剑花吧 剑花 姑娘 来看看 戴到头上可嗅起来 喜欢啊 谢谢 哎呀 多漂亮啊 不喜欢 看你的眼神明明就是喜欢 卖剑花 我喜欢鸡蛋 鸡腿 鸡胸脯 我喜欢能吃的 谢谢 好 好 好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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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公子 你的生辰是几月 二月 二月 我的生辰也快到了 我记得去年祖母就吩咐家里 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 我 宋公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今年呢 今年生辰想要什么礼物 你就给我煮一碗长寿面就好 毕竟我们得攒着钱买记载呢 嗯 小白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这里不是你的窝 这外面这么大的院子 都不够你玩啊 你快出来 小白 小白 你出来 小白 好了 起来吧 替上凉 小白 可是他 小白 他可真听你话 你脾气好 他向来不怕你 向来 就月阳光不错 我待会儿 准备把被褥都抱出来晒晒 把花也拿出来晒一晒 什么花 你屋里那盆 它应该不用晒太阳的吧 哪有植物不需要晒太阳的 可是修大哥 没说他也要晒太阳 他像个懂话之人吗 我这就去报 你不看书 看我干嘛呀 这书不好看 那就再换一本吧 你这儿都是医书 也没什么我能看的 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还不困 你之后是想做大夫吗 做大夫很好啊 又能糊口又能帮别人 若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能完成心愿了 你的意思是 不喜欢我做大夫 不喜欢女子出去抛头露面 不是 那是什么 事事无常 很多事都难以预料 总会有一些意外突然出现 打乱计划 就像之前一样 皇帝的儿子生病 却突然要我的命 让我不得不离开家 这么倒霉的事 也不会再发生一次了吧 宋公子 你以后想做什么 做大官 将军 还是勤奋休息 做一个斩妖除魔的天师啊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莫莫 岁月漫长 也许有一天 你会觉得难过 不公 会愤怒 怨恨 但你要记住 不要被愤怒吞噬 不要堵入迷仗 不要在失去理智的时候 做出让自己悔恨的决定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用性命保护你 宋公子 你 你继续看书吧 我困了 先去睡了 这是我的房间 你的 是你自己回来的 我 我会保护你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 你不要哭 我会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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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イモ 不省 就很大 我想从 innerhalb 我会保护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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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